下面看到的是這個 在南投有一輛民眾到交通大隊的網站 要上傳影片檢舉交通違規 才發現網站容量不足 速度還很慢 做一半是只為了敷衍嗎 呂先生打開電腦 準備連線交通大隊網站 要減附行車記錄器 違規影像上網檢舉 沒想到連了半天 最後竟然是這個結果 你看 就無法顯示 呂先生抱怨 交通大隊檢舉網站上的容量 只有10Mbps 根本沒辦法上傳清晰的影片檢舉 質疑只是建構一個陽春的頁面交差 敷衍上級 打電話到交通大隊反映 沒想到讓他更生氣 警察局還請我們 就是燒成光碟再寄到警察局 來到交通大隊的辦公室 承辦人員電腦裡面 全都是民眾檢舉的信件 一天有好幾百封 這是一個月的量嗎 一個月 不只這樣 這八個裝滿資料的紙箱裡面放的 只是一個月份的交通違規資料 遭到民眾抱怨投訴 交通大隊強調會儘快處理 那事實上 這牽涉到我們整個的作業程序 不只是光信箱容量的問題 那承諾我剛剛所說的 我們已經做一個演繹改善 警方沉默儘快改善民眾這樣的投訴 也凸顯出警方網路頻繁還有空間 跟不上高畫質影片的進步 要在加緊腳步跟上時代 記者黃鼠華 簡正風 桃園報導 你們有一個推廣 你們有ouch 這是一年 提名 wann到往